造门炭治郎残血复活 在剧毒的影响下 他现在的样子异常猙獰 就连五惨都忍不住开口嘲讽 你现在这副模样 究竟是人还是鬼呢 但五惨心中也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竟从这个将死的少年身上 看到了纪国元一的影子 面对五惨的侵略嘲讽 炭治郎依旧不为所动 而是平静地说道 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他继承了先祖的记忆 与纪国元一梦中相见 亲眼看到了他神乎奇迹的杀鬼剑火 挥舞着日轮刀的继国元一 美得简直不像凡人 而是从天而降的某位神明 在最后分别之际 元一将自己的耳饰送给炭治 炭治立刻就意识到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元一以后都不会再回来 炭治向元一立下誓言 一定会把他守护的生命延续下去 一定会把这副耳饰还有日之呼吸 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这世上的缘分还真是奇妙 正因为元一保护了自己的仙祖 炭治郎才能出生在这个世上 因为元一对朱氏小姐的信任 律之呼吸才能被十分精准地传承下来 也多亏在梦中窥探到先祖的一缕记忆 他才能与五惨正面一战 斜阳转身 飞轮阳炎 阳华兔 卓谷炎阳 火车 万日红 烈日艳阳 万里晴空 元舞 灰灰恩光 日运之龙头 元舞 您当时演示了十二种战绩 却唯独没有最后的第十三世 可现在炭治郎已经想清楚了 父亲曾经说过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呼吸方法 就能源源不断地舞动下去 即使在身患重病的时候 父亲也能挥舞剑任昼夜舞蹈 片刻都不曾停歇 曾经的他并不理解 可在看到五惨的身体构造后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将日之呼吸的十二战绩轮番使用 不断轮回形成病患 这就是最后的第十三世 体内的毒素并未清楚 炭治郎也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 更不敢想象如果五惨再次分裂逃亡 自己能否成功阻止 连元一先生当年都没有做到的事 自己真的能结束这一切吗 炭治郎强迫自己不去躲下 无论心中有多少疑问 他都必须拼尽全力 这一战绝不可以输 他也绝对不能倒下 随着炭治郎握紧刀 他与五惨的最后决战 也终于拉开序幕 五惨挥动触手抢先攻击 狂暴的刚风撕裂地面 八条触手朝着炭治郎的方向瞬间合围 但炭治郎的速度比他更快 侧身闪躲的同时 手中剑刃已经燃起熊熊烈火 炭热的刀芒撕裂空气 竟让五惨心中都生出了一丝恐惧 眼前少年的招式动作 竟然和当年的继国猿一一模一样 五惨目自欲练 你这该死的亡灵 为何总是阴魂不散